重新大选 虽心中早就已经有底 不过韩家许还是适当表现出了一些意外之色 皇上倒也的确好些年没有选新人补充后宫了 虽有些意外 不过却是合情合理的事呀 而且这选秀女跟我有什么关系 重点当然是后头那一句 韩江雪自然明白 张宛如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给自己提醒 若是按照以往的规矩 这选秀事与你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你已经超过了16岁 可明年规矩改了 据说世家名门之中 凡是17岁以下 14岁以上的嫡出女子都得入宫参选 所以明年一旦开选 这事就与你有关了 张宛如叹了口气 说道 原本我也不必这么匆忙地 嫁往南边去的 虽那门亲事并不算太过满意 但比起入宫来说 却还是好得多的 听到这个 韩江雪这才真正惊讶起来 她说张宛如怎么这么快便定下亲事 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 原来竟是张家为了避免自家女儿入宫 这才提前做出准备 皇帝的心思 张家这么早 并有所察觉 这一点倒也足见张家的厉害和独特之处 怪不得三王四家之中 这么多年以来 独属张家受到的暗制损失最小了 就连莫里也只是一早得知 明年皇上有大选后宫的想法 却并没料到 选秀年龄浮动了一岁 因此 这才并没有过多关注此事 皇上这事想做什么 韩江雪皱了皱眉头 突然有些好笑地说道 她这是打算 把王后世家的女儿 一个个地都抓在手掌中吗 见韩江雪不及返笑 张宛如却是有些担心地问道 江雪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 怎么看张宛如都觉得 韩江雪不是那种想入宫的人 所以这会儿见韩江雪 竟还有心思笑出声来 当然是无法理解的 没事 再如何 这选秀也选不到我的头上 韩江雪收住笑 看向张宛如解释说道 若是以前 我自是会急得茶饭不思 不过现在不用担心 先前我跟你说的 还真不是开玩笑 我师父让我这三五年 老实跟他学琴 嫁人什么的 想都别多想 你说我若是入宫去了 哪里还有可能 天天地跟他学琴呢 之前我还只当他老人家 随口说说 现在看来却是 话中有话了 韩江雪可以肯定 皇帝突然间将秀女年纪 提高一岁 肯定不是单独的 为了他入宫而增加的 像他这样的祸害 估计皇帝一二根就没想过 把他弄进宫里 十有八九 正如他先前所说那样子 这是一张大网 一张尽可能地 想往更多人的大网 而只要师父一句话 老皇叔开了口 皇帝当然不会跟自己老皇叔 抢关门弟子 这倒也是 川先生何等身份 既然收你为关门弟子 自然不可能就这样子 半途而废的 他老人家又亲口说过 这三五年让你别东想西想的 只怕是已经知道了 明年选秀一事 所以才会早早让你安心的 如此一来 张宛如倒是 也不由得松了口气 皇叔的脾气 可也是厉害得紧 皇上明知你是他新收弟子 自然不会为此事 而与老皇叔翻脸 宛如姐姐 谢谢你 韩江雪冲张宛如 真心道了声谢 他看得出来 张宛如是真心地为他着想 倒并不只是面上庄庄罢了 谢什么谢呢 其实说起来 这事本就应该早些和你说的 只不过当时我们也不太确定 重调年龄一事 是否属实 张宛如也没另一期话语 额外的又多解释几句 再加上当时 当时我也是觉得 你与我大哥能够有些缘分的 想着两家结亲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入宫一事 只是没想到 后来很多事情都有所改变 所以才一路到了这个时候 和你通这个气 好在你如今有了这么个好师傅 倒是省去件麻烦事 张宛如的话语 带着几分下意识惋惜 平心而论 他如今也当真是比较喜欢韩江雪 再加上 自己最是清楚兄长的心思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是希望兄长能够如愿以偿 希望韩张两家能够结亲 希望韩江雪能够成为他的草嫂 只不过感情这种事 还真不是随便哪个人 都能够勉强凑合的 特别是像韩江雪这样子 这种新兴的女子 经过那么多事 最后拒绝张家 拒绝自己兄长 那也是情理之中的 其实说实话 如果可能的话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考虑下我大哥 片刻之后 张宛如终于忍不住 替自己大哥说话 江雪 你不知道 我大哥现在是真心真意喜欢你 而且之前那些事 也不是他的本意 他也并不愿意与你毁婚 另外与韩雅静定那个婚的 当时 他也和我的父亲母亲 冷战好长段时间呢 只不过终究还是 不得不听从整个家族安排罢了 或许你可以再重新考虑考虑 如果你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 我相信 日后我大哥一定会是一位最好的夫君 会对你很好很好的 看到张宛如期盼的眼神 韩江雪却是不得不打破他那份希望 宛如姐姐 你的意思我都懂 我也明白张大哥对我很不错 其实 从头到尾 我并没有怪过他 弃了最先的婚约 我能够理解他的处境 因此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怪的 只不过 我一向只是把他当成兄长一样的 此外 没有别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日后 他能够找到一位真正对他好的妻子 也希望无论如何 我们两家 无论什么情况 都能够继续两家释交情谊 没有再多的话 但韩江雪却已经将意思表明得彻彻底底的 张宛如原本也只是一时忍不住 想替兄长说说话 看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 如今见韩江雪 态度如此明确 之前还准备的一些说辞 一些与兄长 与韩江雪有关的事 倒是也没有必要再说了 好吧 其实我也只是忍不住 想要再试试罢了 你也别多心 日后这事 我不再提就是了 他笑了笑 果正没有再多说 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别的事情上 他虽是张家人 但很快便要嫁到别家去了 许多事情还真不是他能够顾及得了这么多的 转头想想 这样的事情本就不能够勉强 一开始就是他有些糊涂了 二人又说了些小话 没什么事 韩江雪自是起身告辞 张宛如也不多留 起身亲自将人给送出去 经过园中水泄处时 却见张浩成若有所思站在那 看见韩江雪之后 他很快便走过来 妹妹 我有事正好 想找江雪问问 一会儿我替你送他出门就行了 张浩成 朝家妹妹看去 神色倒也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平静 而镇定 见状 张宛如倒是先行 看了眼韩江雪 见韩江雪并没有表现出反对的意思 因此这才重新看向胸肠 点头说道 那行 我先回房去了 一会儿劳烦兄长替我将江雪送上车 说吧 他也没有再多逗留 很快便带着人转身先走了 天气不错 没有风 原本下午一直看不到的太阳 此时竟也从云层里面钻出来 虽说这会儿的阳光 已经无法真正散发出多大的热量 但有阳光的冬日 却总会让人感觉到分外的温暖 韩江雪忽然发现 最近几次看见张浩城时 天气都很不错 心中莫名地升起了一些小小的期许 希望待会儿他们之间这场对话 也如这天气一般便好了 光影默默 一双本就说不清 到底算是熟悉 还是陌生的男女 就这一般一同静静地站着 看着那一抹 毫不刺眼的阳光 气氛显得有些怪异 张浩城没有着急说话 虽说这一会儿 他的面色看起来平静 镇定 但心中却已经是混乱不堪 原本提前想好的一切言语 到了嘴边 硬是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 其实 他盼着这一天 盼着能够安静地 单独地 没有任何人打扰 和韩江雪说说心里话 已经很久了 可真的到了这个时候 脑子也顿时 变得空空的 张浩城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怎么了 哪怕是前些天 在街上偶遇时 那样的对话 这一会儿 也变得困难起来 他想说的东西太多 却又怕眼前女子 并没有那样的耐性 听她叙叙叨叨地 说那么多 所以他想找一个 最好的切入点 可偏偏怎么都感觉 不合适 好半天 他都没有出生 神情欲言又止 让韩江雪显得 有些不太自然 本想等张浩城 自己先出生 有什么事 说完便走 这会儿看起来 若自己不先起个头的话 怕是得站在这边 还不知道站多久呢 张大哥 你不是说有事情 要跟我说吗 抬头看向张浩城 韩江雪 微微笑了笑 尽量让自己 这会儿看起来 显得自若一些 如此一来 希望张浩城 也能够 跟着稍微自在一些 怪异的静默 被人打破 张浩城 这才不得不收起内心 已经搅乱成麻的残局 心中一紧 却是索性 什么都不再多想 想到哪儿 便说到哪儿算了 他不得不承认 这些日子以来 当真是改变了很多 这样的变化 对他自己 都能够清楚 明显感觉到 而给他带来 这些变化的 不是旁人 正是面前的女子 坦白来讲 从小到大 对韩江雪 他都没有旁人的 那种不喜和不屑 甚至于 在个旁观者角度来看 还一直觉得 这个女子 是很有个性的 后来得知自己和她 本身就有婚约 心中说不上 多么高兴 却并不排斥 甚至于她也没有刻意地 想过他们俩的将来 只觉得 这样的事情 顺其自然变好 然而 那个慢慢长大的少女 却一天一天地显露出 她那一份与众不同 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甚至于一言一行 一拼一笑 都变得那么好 吸引着她 从一开始 最简单的不讨厌 到后来 下一世吸引 再到如今真正喜欢 张昊成这才知道 韩江雪 已经不知何时何刻 在她心中刻下了一道 无法抹去的 深深烙印 只可惜 当她明白 这个女子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竟如此重的时候 她们之间 早就已经有当初那一份 本应该极好的注定姻缘 变成了 什么都不再有 江雪 她终于出生了 伴随喉咙处 莫名不适 声音也略显沙哑 微微停顿之后 终是看向韩江雪 再次说道 刚才宛如应该已经跟你说了 明年选秀一事了吧 这个消息 绝对错不了 所以你 你最好是能够 在明年选秀之前 把自己的事情 打算一下才好 张昊成自然明白 韩江雪是绝对不可能 愿意入宫的 她很想说 让她重新考虑一下 她们之间那门婚事 不过话到嘴边 还是没有直接说出来 只得另外婉转地提醒一下 听到张昊成的话 韩江雪 微微点头 真心表示着 自己的感谢 多谢张大哥 若不是从你们这边 听到这个消息 我到现在 还有一点不知情呢 张大哥放心吧 这件事我会妥善处理好的 明年选秀一事 不会和我扯上什么关联的 韩江雪的话 让张昊成先是 下意识松了口气 而后却又是 自然而然地想到什么 那你是准备 与她订婚吗 她的目光微暗 片刻之间的低转 却终究没有隐藏住 眼中内抹黯然 张昊成最终的她 自然指的是莫黎 自从上回失会之后 她就看出莫黎和她之间 那一份说不清 道不明的情谊 她不知道他们两个 到底是何时 那般熟悉而默契 更不知江雪 为何会对莫黎 那般另眼相看 她甚至有些后悔 那一天 在妹妹赏花会上 将莫黎带过去 如果没有那一次 偶然相遇的话 说不定莫黎压根 就不会认识韩江雪 当韩江雪说到 会处理好明年选秀这事 不会和她扯上什么关系时 她脑海中想到的 第一个可能 便是江雪是不是 要和莫黎订婚了 莫说现在莫王府 已经落败成这般程度 就是换在以前全胜之计 莫黎终究是莫王府的 一名庶出之子 按正常思维来说的话 韩家是不会考虑 这门婚事的 可问题是 现在情况特殊 再加上 韩家家主已经严明 将江雪婚事话语权 交给江雪自己 所以张浩成才会一下子 想到这个可能 她是谁 韩江雪却是没想到 张浩成直接便提到这个 同时心中一明白 这个没有点名的她 指的是谁 不过这一会儿 她自然不想和张浩成 详细去谈论 自己的私事 因此 只能装作 没听明白的样子 笑着说道 张大哥说笑了 这么突然 我一下子 跟谁去定亲呢 再说 我的确不愿入宫 但不可能为了不入宫 就这么随便找个人 把自己卖了吧 见张浩成 略显迷茫 看向自己的眼睛 很是疑惑 韩江雪也没多少 静止诱导 是这样的 川先生前些天才跟我说过 让我这三五年 什么都别想 只管跟他学琴就是 特别是嫁人那些事 更是不用理会 之前我也没多想 只当他老人家 随后说说罢了 现在看来倒是 比有一番深意呢 听到这儿 张浩成这才明白 韩江雪所说的 不用担心 是什么意思 如果川先生 真这么想的话 那江雪入宫选秀一事 自然也就不可能成行了 毕竟皇上再如何 也不至于为一个秀女 儿童自以老皇叔 去争这个最后的 关门弟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是再好不过 可是江雪 万一川先生先前 只是随口说说 并不是明年皇上 选秀一事 说到时候他觉得 你就算入宫了 也照样可以教你 不影响什么的话 那又当如何 张浩成想的自是周全 毕竟这样的事情 可能性不是没有 如果皇上当真有心 要让江雪 入宫领选的话 那么 给老皇叔承诺 肉入了宫 也照样可以 让这个弟子正常习秦 说不定老皇叔 也不会在意这些呢 韩江雪没有多想 再次笑了笑 说道 这点张大哥大可以放心 我师父那人的脾气 我清楚得很 他是巴不得我 一辈子不嫁人 专心学琴才好 宫里是什么地方 后宫又是什么地方 他老人家又岂会不知呢 进了那个地方 日后别说是学琴了 怕是听琴都没什么心思 这会儿他等着我 学生之后 为他办件大事呢 又怎么可能 不在意这些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不在意 我认为你